现在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呢 推出了宠物行为学课程 那么到了宠物行为学的课程去上课呢 到底要上些什么呢 我们继续带你来看看 温柔的语调充满爱的鼓励 才养了四天的小黑 就这样让主人洛伊斯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还有活蹦乱跳的小苹果 看到麦克风好奇猛咬 怎么样让他静下来 需要主人懂得他的情绪变化 就是直视 然后全身都可以摸 不可以有哪地方是主人 不能碰一碰就激动咬死人那样子 每只脚都可以抬起来按按脚底的 亲密接触贴近狗狗的心情 而每年这个季节 异味性皮肤炎就会发病的红茶 懒洋洋的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情绪荡到谷底 千万别以为像人一样 吃点巧克力就会开心 这可是会致命的 纯巧克力啊 红茶只要半片 就会中毒 就会死掉 狗狗他心理层面是 像是他不吃饭 或者是他会跑去跟人家要东西 那这原因是什么 养狗不光是养 越来越多的狗主人 希望上课懂得他的喜怒哀乐 才能真正跟狗狗做好朋友 台湿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明 台北报道